我带三万兵投刘备能当什么官 这要看是什么时期的刘备 是当皇帝的刘备 还是当荆州牧的刘备 完全不一样 赤壁时代刘备直属军队只有一万人 你带几万兵来投靠 那价值量不得了呀 如果我们假设就是这个时代 刘备还没当荆州牧 研究下能分多高 A可能杂号将军 比如荡寇将军关羽 破鲁将军张飞这个级别的 B可能偏将军 比如偏将军赵云 C可能分中狼将 比如霍骏 D可能其他可能 大家先思考 我盯着我女儿心才练个功 清早起来什么金字帐 输一个幽头什么花香 脸上擦底是什么花粉 口点的印纸是什么花红 能分什么花吧 分什么官 A杂号 B偏将军C中狼将 D其他 答案是D其他可能 对不对说了 我懂了 这个其他可能是比杂号将军关羽还要高 你想呀 刘备赤壁一万兵 我带几万兵来投靠 关羽也没有我的价值量大呀 关羽靠边站 我二当家 刘备老大 我老二 非也你想多了 这个D可能是其他意思 从此史料再也没有关于你的记载了 你带着几万人投靠刘备后 给你分什么官没有记载 从此你也再无记载 你在史书里没了 这位大哥说了 你的意思是刘备把我的军队吞了 然后我自然死亡了 非也 我没这么说 我就是字面意思 你再也没有记载了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看史料 陈寿写的三国志先祖传正传记载 卢江雷旭率领布曲数万人起桑 起桑就是趴在地上磕头的意思 然后就没了 也就是这个姓雷的带了几万兵投靠刘备 然后从此再无记载 怎么感觉这个姓雷的像个冤大头呢 几万兵给刘备了 自己傻也没捞到 姓雷的冤大头 就叫雷大头好了 这位说了 你光引用一句话不行 你得连头带尾 把这一字案段都贴出来给我们看 谁知道你是不是断章取义呢 好的 整段是这样的 先祖表刘琦为荆州刺史 又南征四郡 武林太守金玄 长沙太守寒玄 贵阳太守赵范 林林太守刘渡 皆祥 卢江雷旭率不曲四万口起桑 琦病死 群下举先祖为荆州墓 治公安 在雷旭带几万兵投靠刘备之前 京南四郡的太守 也全部投降刘备了 换言之 刘备获得了五个降将 分别是金玄 韩玄 赵范 刘渡 雷大头 陈寿一口气连着写的 那我们把这五位降将的命运 一起研究一下 是不是就能看出点端倪呢 有利于推理出雷大头的命运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五位降将赵范被赵云取代了 原本赵范是太守 向刘备投降 投降后 刘备让赵云当太守 把赵范给换了 那赵范咋办呢 他有个嫂子是美女 史料记载用的词是国色 和大小乔的用词一样 国色 赵范就想讨好赵云 把大小乔颜值的国色嫂子 嫁给赵云 赵云不同意 赵范就逃跑了 饭跑跑 饭跑跑顿了 从此消失了 好五个降将里面 饭跑跑被替代 八戒失败跑了 另外四个呢 有个叫金玄的 是西汉的明臣精密低的后人 叫金子吧 金子先后当过黄门郎 汉阳太守 义郎中郎将 林武林太守 是明臣之后 皇宫里当过官 根正描红 结果呢 按裴宗之引用的三府绝路著记载 为贝所公解死 他被刘备杀了 还没完 金子死了 他的儿子小金子在曹操呢 小金子以祖宗精密低为荣耀 忠于大汉 看不惯曹操欺负汉县帝 在218年 他跟一帮人一起在许长启事 射伤了曹操的陈相府的长使王毕 最后王毕重伤而亡 但小金子这次启事也被曹军镇压了 小金子就义了 你看这一家子 祖宗是明臣 老子是根正描红的太守 儿子为大汉尽忠 可以吧 但问题的关键是 小金子他爹金子 为贝所公解死 这个史料引发了很多人的疑惑 因为三国字记载 金子投降刘备了 但裴宗之引用史料 又说金子被公解死了 所以呢 有几种可能 A可能 金子没投降 是被公解死了 这是不相信陈寿 相信裴宗之 B可能 金子投降了 没被公解死 这是相信陈寿 不相信裴宗之 C可能 金子先被公解死 然后投降 这是既相信陈寿 又相信裴宗之 但是不相信阎王爷 D可能 金子先投降 然后被公解死 这属于既相信陈寿 又相信裴宗之 也相信阎王爷 我个人的史观 一向是既相信陈寿 又相信裴宗之 所以我个人认为 是先投降 后被公解死 好五个投降刘备的 范跑跑是投降后官没了 金子是投降后投没了 那剩下的韩玄 刘渡 雷大头呢 史料没记载 这些人从此在史书里消失了 按道理来说 他们此时是刘备势力里身份最高的人 你看 诸葛达官与张飞 也没有当过一郡之首这样的级别 跟范跑跑金子没法比 诸葛达官与张飞 也没有指挥过数万部曲 跟雷大头没法比 为什么刘备势力里身份最高的人发 跑的跑死的死 没记载的没记载呢 有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身份太高了 你想呀 如果范跑跑金子继续当太守 那诸葛达来当金南都 管子金南四郡 这四郡能扶诸葛达吗 金子说了 金南都大人 我在皇宫当过皇门狼 当义狼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你让诸葛达怎么回答 诸葛达说 金太守你认错人了 我这辈子没去过金城 也没进过皇宫 金子说 我之前在梁州当汉阳太守 现在在荆州当武林太守 我就发现 这个在梁州做太守 和在荆州做太守 不是一样的 金南都大人 你以前做太守有什么心得呢 你让诸葛达咋回答 我以前没当过太守 你想想 这个画面如果出现了 诸葛达还咋当金南都 算了 还是让刘备把金子攻结死吧 同理 尊敬的荡寇将军 襄阳太守 汉寿庭侯 元勋 关将军 我想和您交流一下 指挥数万部曲 你有啥心得 你让关于咋回答 关于说 我没指挥过数万人 我也没有部曲 算了 雷大头 你还是彻底消失在史书里好了 发现没有 看似承受忘记写了 这个人没了 其实人没了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存在 对于刘备军就不合理 有些人不存在 更合理 明白了这些 我们回过头来 看马超投降刘备后的一句史料 超 纪律归国 常怀畏惧 为啥马超投降刘备后会常怀畏惧呢 他也怕自己消失呀 这叫消失的他 投降刘备后之 消失的他 有人说了 啊 你怀疑刘备不仁德 不是我怀疑 是分剑时代 那是辞不长兵的 分剑时代长兵的人 就不可能仁慈 许多网友误认为 分剑时代的长兵者会仁慈 这是一个误区 刘备赤地之战后 才是人生真正的崛起 那刘备势力掌权的都是什么人呢 要么是元老派 跟随刘备从长江以北过来的 要么是荆州士族 以黄 庞 马 相等家族为首 诸葛亮是皇家女婿 代表皇家 来 金子是元老派吗 还是荆州士族呢 他一个三府四州人都不是呀 雷大头算元老派呢 还是荆州士族呢 也不算呀 所以他们注定是个麻烦 不光刘备阵营这样 家家都这样 比如袁绍阵营 袁绍得势的是河南士族和河北士族 来 区役一个梁州人 他算河南还算河北呢 咋混呢 所以死了 再比如曹操阵营 曹操一手河南士族 一手曹家宗士 在眼中的陈玉和李典怎么混 所以陈玉主动放弃兵权 躺平 李典把布曲宗族 一万三千人 送到夜城当人质 躺平 注意一下 李典和雷大头不一样 李典这一万三千人 是布曲和宗族 也就是有李家的私兵 叫布曲 也有李家的族人 男女老幼都有 一共一万三 但具体私兵是多少 男女老幼是多少 这个不知道 所以李典是男女老幼加兵 雷大头是布曲 没有男女老幼 全是兵 纯兵 其他的没东西 这样的来了好几万 刘备才一万兵呀 雷大头几万兵 这对于刘备属于标准的富贵显中求了 今天是雷大头带几万人给我磕头 弄不好一夜之后 就是我刘备带一万人给雷大头磕头了 但弄好了呢 这几万兵就是我刘备的 我就吃成大胖子了 原本我一万兵 刘备一万兵 现在我是大胖子了 我比刘备兵多 所以史书紧连的怎么写的 卢江雷旭 帅布曲数万口 起丧 其病死 这边雷大头一起丧 那边刘备就可以报丧了 连着的 感觉这句话是因果关系 其实陈寿写的这一段 前一句和后一句话 全是因果关系 读一句啊 因为先祖表刘备为荆州刺史 又南征四郡 所以武林太守金玄 长沙太守韩玄 贵阳太守赵范 林林太守刘夺 接投降 换言之 如果刘备没有表 刘备为荆州刺史 那京南四郡的太守 是不会投降的 啥意思呢 四太守不是向刘备投降的 是向刘备投降的 他们是荆州的太守 效忠荆州刺史 荆州刺史是刘表 就效忠刘表 荆州刺史是刘重 就效忠刘重 刘重带他们投曹操 他们就属于曹操 现在曹操跑了 刘备是荆州刺史 他们就效忠刘备 刘备是代表刘备来接管的 所以他们立刻投降了 再看下一句英国 因为四太守接降 所以卢江雷旭 率不取四万口起伤 换言之 如果四太守不投降刘备 那雷大头是不会来投降刘备的 刘备一下占领了 京南四个郡 不得了了 所以雷大头来投降呀 顺带说一下 这个雷大头 原来是元素的部下 雷家陈家梅家三家 占据的怀四一带 赤壁之战后 他们响应孙权 打曹操 曹军主力和他们交分 夏侯渊击败雷旭后 雷旭投降了刘备 还有因果关系 因为雷大头带领几万人投降了刘备 所以刘备死后 刘备能代替刘备 换言之 如果刘备没有几万人 刘备死后 刘备不一定能代替刘备 咱继续看因果关系 因为刘备病死 群下推 先祖为荆州木 所以全烧未知 敬魅顾好 因为刘备死了 刘备接替了刘备 所以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了 换言之 如果刘备没死 如果刘备没有接替刘备 孙权是不会把妹妹嫁给刘备了 所以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的前提条件 是刘备已经取代了刘齐 而不是刘备和孙权一联盟 孙权就会把妹妹嫁给刘备 有人说了 不对呀 你不是说孙权要把刘备当番薯吗 是呀 但你刘备也得证明自己能站得住呀 就好比说我看中你 扶植你 你个人也真有这个本事 立住了 那我把小圆子嫁给你 如果我看中你 扶植你 你没立住 你无法在自己的赛道称霸 那我凭啥把小圆子嫁给你呢 所以不是说我只要看中你 就会立刻把小圆子嫁给你 那你想多了 有人说了 不对 什么聚聚因果 这是你过度解读 这看你的理解了 如果你认为我是过度解读 那我的这个过度解读的聚聚因果 牛不牛呢 此处应不应该有掌声呢 如果不是我过度解读 这聚聚因果是承受就这么设计的 那此处更应该有掌声 我鼓掌了 你们随意 还没完 我们把承受的这句话连起来再读一下 还有宣机 武林太守金玄 长沙太守韩玄 贵阳太守赵敏 林林太守刘渡 揭祥 卢江雷旭 帅不取数万口起伤 其病死 金子 韩玄 范宝宝 刘渡 雷大头 刘琪 史书一连串出现六个名字 这六个名字就此终结 之后再也没出现记载 承受的这几句话是生死不安 提到名字的人 从此史书里消失 有人说了 你说的不对 百度上说了 刘备继续用刘渡当林林太守 继续用韩玄当他太守 但是黄总管的 不信你看百度呀 同学是这样的 网络上有一些蜀汉的粉丝 他们为了美化蜀汉 会在百度上各种修改 故意修改啊 明明知道不符合史料 像刘渡 韩玄 继续当太守 这都是这些粉丝们改出来的 其实吧 刘备分了廖利当长沙太守 分豪普当林林太守 分赵云当贵阳太守 如果刘渡 韩玄继续当太守 那廖利 韩普当了啥 假太守吗 邮人说了 吕门打荆州是215年 那一年史书记载 廖利跟豪普是太守 那有没有可能 209年到214年 太守还是刘渡韩玄呢 是到了215年 吕门来打这一年 再换成廖利跟豪普的呢 那反过来说 有没有可能廖利 豪普 赵云是209年都替换了别人 当了太守呢 209年 范跑跑被赵云替代了 那为什么209年 韩玄跟刘渡 不会被廖利跟豪普替代呢 当然 这都是猜想 史料的记载 只有209年 四太守投降 韩跑跑被替代 金子被杀 另外两个不知道 然后215年 廖利和豪普 当时是太守 就这么多 还有人说了 不对呀 你说了半天 林林太守刘渡 咋没有说 林林上将行道荣呢 好 咱们下集就详细聊 到这个行道荣 行道荣说过的 最牛的一句话是啥 咱们下集见